这里所看到的四幅的这一个作品 我是用统一的一个笔调 也就是用浙江画派的画风 当然中国的水墨画里面 严格讲起来有十五六个画派 当然大家所熟知的包括黄泉画派 然后徐熙画派 慢慢的又分为北方的山水画派 跟南方山水画派 在南方画派里面很重要的 就是后来大家也都曾经都很熟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布衣的文人画派 其中最有名的当归于这一个浙江画派 跟上海画派 而浙江画派的形成是比较早期一点 浙江画派它的画风一直发展到最近 也被染上了很多鲜艳的色彩 那么在这里面我所表达的 就是用浙江画派的方式来写出来的 那么这里这个紫藤花 然后上面跟下面各画着一枝飞燕 这个飞燕我提着 也代表一个诗人在一个春天的季节里面 盼望着一种情人 一种相思那么把它寄送出去 随着那个漫天的花雨纷纷飘落的时候 洒了满地的相思 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欣赏的一个画 那么这里呢我画的是Morning Jew 也就是所谓的千牛花 你看千牛花呢在清晨当中的时候呢 有几只这个蜜蜂在那里飞来飞去 在他们的园中 那么可见这一个是一个剩下的田园之歌 处处呢你就可以发现 在这一个田园之中呢 都会有美景 在至小之处 至微小之处 那么杂草丛中 你就可以发现一个新的天地 另外呢我这里所画的就是和风 这个和风呢中间我画一朵这一个红莲 长在这个池塘上 这池中有鱼在那里 我没画水 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到水 这鱿鱼双双对对的就在那个地方 而在顶上呢 很简单的栖息着一只水蜻蜓 也就是小鸣铃 这小鸣铃呢就栖息在那个地方 这个可以让大家赏到了这个荷塘当中的 一个夏天的乐趣 非常美艳的一幅图画 另外这里呢 一株漂亮的山花 配着燕来红 上面飞过了一只麻雀 这个秋天且高歌 很简单的吉一笔呢 就代表出了秋天的景色 所以呢 在四福的这一个画呢 我想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到 学画画 谁处谁景都可以入画的 那么只要大家愿意的话呢 一起来学习 应该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失败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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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